Hello,大家好,我是Sue Anne 我染了新頭髮和剪了很多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顏色 是我這麼多年來染得最淺色的一次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10樣我自己很喜歡的MAC產品 10樣內其實有不少都是我以前已經提及過的 如果一直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應該對於某部份的產品都不陌生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了 第一件事一定不會陌生的 MAC的Studio Fix Fluid的粉底液 這個是我在去年夏天的粉底片 還是最愛片已經有介紹過的 當時我就說覺得它是非常適合夏天用的粉底 它很長耐性 還有它是有胸油、抗油的效果 By the way,這個已經是第二支了 這一支是舊的,已經是胸瓶 然後這個是我新開的 今年就發現原來它是一年四季都用到的粉底 它一上臉就是現在那些很流行的半霧面的妝感 如果是夏天的時候我就會全面定妝 如果是冬天我就可能會局部地區定妝 它不會變灰 所以我用完它全天都不會生暗瘡那類的問題出現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我是毛孔星人 我一向都很在意粉底遮不遮到毛孔 那這個遮毛孔也是相當之好的 我一直以來用的顏色也是NC15 偏白的女生用的顏色 但它也是黃色的 所以它用來遮紅印、黑眼圈那些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基本上它是一支用手上、用手上、用手上都會是漂亮的粉底 任何情況,即我那陣子的皮膚狀態不好 所以說好,例如今天這樣,我又是谷音 拍片都會谷音的 這裏又是下巴位,長了一顆超大顆的妝 我只是用它,完全沒有用遮瑕膏 如果我不是特意指給你們看 其實你們都不是很割的 也都推介過很多很多觀眾 說開這支粉底,順便說這支濕粉掃 很多時候觀眾都會叫我推介化妝掃 濕粉掃我自己真的比較少推介 因為很多時候掃都很容易有掃痕 但這支真心不錯,絕對不會有掃痕 在我剛才上底妝的片段,大家都看到 它用很少的份量,即你可能會點粉底上面 然後用這個就這樣把它推開 我通常第一層會把它整個推開 然後在一些重點遮瑕的部分 我就會把它壓下去,例如這些位置或者硬底 我就會把它這樣按下去 它的毛是纖維毛,非常容易打理 而且你看,超綿密 因為扁頭真的容易有掃痕 而且不是太適合伸手 它不會太吃粉,不會說用完之後 就要再用很多產品 它也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Made Mischief Eyeshadow Palette 在我之前有一條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都已經有說過 它的包裝是非常扁身 有鏡子 而且你看它的顏色是大顆到這樣 這些都比較大顆 它只有幾顆是小顆的 深色的顏色比較小顆 它基本上無論是珠光色 或者是Made的顏色 都是非常好用的 我今天上眼的眼妝 全都是用這盒Palette裡面的顏色 我用了這個打底 然後用了這個紅色去做眼窩色 對,紅色做眼窩色 也有帶到下眼皮 然後用了這個啡色做眼線色 還有用了這個顏色打亮眼頭 還有這個顏色有今年最流行 這幾年最流行的紅啡橙色 都是大部分女生都很喜歡的 加上它還有一些很深色的顏色 例如這些接近黑色的 其實真的差不多是黑灰色的顏色 如果你弄濕眼影掃 你就可以當它做眼線的 所以這盒眼影我真的很推薦給所有女生 而且它這麼扁 其實帶它去旅行用也很方便 講一下眼影就推薦另一顆單色眼影 應該是沒有人不認識的了 大名鼎鼎的Mac的Omega 它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它有幾個用途 因為它是一個單色眼影 當然它可以做眼影 但我自己覺得這顏色用來做眼影 可能它真的偏灰通 未必適合每一個女生 但它用來做鼻影是一流的 像我今天這樣 我上去做鼻影 基本上是很隱形 你不會看到它任何即時 它簡直是一個正宗的灰啡色 加上它不會說是超級實色 它是很霧化的感覺 所以在鼻影或是臉的陰影 我覺得臉的陰影也是用了它 但臉的陰影就建議大家用大一點的掃相 這些這麼小的眼影 其實帶去旅行也很方便 可以做鼻影、陰影、眼影 可以做眼影 真的超方便 它百多元一粒 我覺得性格比也很高 就順便講一下這個224號掃 它是一枝很多功能的掃 如果你是不拿它來上鼻影 你把它洗乾淨的時候 你可以點一點碎粉 上在眼底 用來做眼底定妝 然後它可以用來blend眼影 或者是你想掃眼窩色的時候 帶化為相 這個大家都應該猜到 就是blending或者上眼影 還有最重要的是它很適合任何一個人的鼻影 去做一個鼻影 大家看看 真的超級超級適合 它的毛都很舒服 是很舒服 就是你掃眼和鼻這些位置 其實真的很需要毛質很軟 這個就真的很軟 這枝掃也是值得投資的 一枝多功能的掃 我平時都比較少推薦肩膝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不好 這些位置都比較多瑕疵 凹凸和粗糙的感覺 所以肩膝一定要是很容易blend 粉質很有細 不厭無孔 我才會推薦給大家的 這枝掃是甚麼呢 MAC的WARM SOLE 這個是一個大家可以看到 少少都很淡的顏色 它是一些橙色 橙玉色 橙玉色 裸橙色 對 上面是有一些珠光的 你看到 這個珠光相對起很多有珠光的胭脂 它都是幼細很多 我今天也是用了它 完全沒有想highlight 這個胭脂本身其實也有光澤感 還有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這個顏色適合任何膚色的女生 如果你像我這樣 都偏白 看上去可能單上兩層 已經會有現在這個效果 但如果你是比較健康膚色的女生 你都適合用它 都會顯出出來的 會顯出你一種很健康的 好像有少少曬太陽的感覺 也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它很配合很多不同人的眼妝 尤其是像我這些 長期都很重口味眼妝的女生 用它其實是可以等暈的 如果有看過我的化妝片 大家都知道我是很沉迷這個highlight 之前也在那條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裡面 即是我在說眼睛的影片 都已經介紹過這顆mark的highlighter 它這個橫彩的顏色 是很夢幻很漂亮 上到皮膚的感覺 它是偏向少少香檳色 但很淡的 也偏白的 但是它是跟我的膚色很合 我今天也是用了它 剛剛好 不會太高調 也不會太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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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非常好 如果我可以介紹的highlight 大家可以放心買 因為我真的是毛孔星人 就算打在鼻子裡 最多毛孔的位置 都頂到盡 你有多少毛孔 就是這麼多 它不會令你少了 但它真的不會令你多了 也算是我今年最常用的一顆highlighter 有看小紅書 有看微博 你一定不會不適合這個 唇布打底產品 MAC的prep and prime 我之前已經用完一支 這個 你看看 我已經扭不出來 已經用到底 我開了新一支 它是一些好像平常用唇膏 這樣扭出來的質地 唇白色的 有什麼好處呢? 妝前打底的護唇產品 最重要的是 太油太軟 因為它很影響你之後想的顏色 也很影響之後唇膏的質地 它是不會的 它是黑到好處 你覺得你自己的唇部是被滋潤了 但是不會覺得黏 是有停留到的 當然像我這樣 我的唇紋都非常深的 用它不可以說 哇 撫平了唇紋 不會 但它真的可以令到你的唇紋 是有一點淡化了 那你之後想的那些 就算很卡住唇紋的唇膏 都會沒有那麼厭 唇紋 而且它又很幼 那你帶出去補唇膏 你也會帶上它去 那你補唇膏之前補完它 其實也不會說阿里的位置 或者也是很方便的 但你說好像晚上那些時候用它 就未必夠的 因為它真的不是很厚 或者很潤很潤的唇膏 講開MAC的產品 應該真的不可以不提它們的唇膏 尤其是它這些超級超級classic的 子彈唇膏 我手上有兩支 我最喜歡的 第一支 大家聽到驗的了 是我去年十大最喜歡的唇膏裡面 其中一支 就是MAC的Chili 這個不是我今天嘴上的顏色 但我會補上這個上嘴圖 它是用完之後 你出一隻大場合 即是你穿All Black 或者你穿西裝套 你要上場殺敵的時候用它 是很適合的 如果當你厚塗 但你薄薄的唇膏 它一樣可以是很活潑 你穿T恤、牛仔褲 都很漂亮的一個顏色 重點是 它唇膏是非常顯白 而且真心 我沒有在其他品牌 真的找到一種 這麼專紅、橙紅、辣椒色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形容它 因為它那個配色真的很特別 它是一個MAT的質地 所以它唇上去真的會特別有氣勢 而且它也不算乾的 但是今年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們出了另一個 超級超級被人搶到瘋了的 power kiss 這個叫做Defaulted to Chili 今天我嘴上這個顏色 就是Defaulted to Chili 但我不是Full Lip塗 我稍後可能補一個Full Lip塗給大家看 但這一刻我是薄薄地塗 塗上去 塗上去的時候是完全不抹擊 很Smooth 用它之前本身也有點擔心 覺得它已經是霧面質地的唇膏 而且它是粉末狀 會不會真的很乾或者很黏呢? 真的不會 它其實比起這個Chili 是更加順滑 一塗上去你會覺得自己整個人 立刻是寒了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它是挺年輕的 比起Chili來說 話說回來 它們的名字好像很關係 但大家看看 其實它們兩個顏色 真的不算很關係 相對於Chili 它真的沒有那麼有殺傷力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年輕的女生 而你又很喜歡韓中的風格 其實它也可以勾美 你口塗就可以勾美 當然這一條是一條合作片 但大家應該是真的在我的影片裡見過 不少我已經提及過的產品 而那些產品 全部都是我自己之前給錢買的 我真的用完很喜歡 也想跟大家分享 也有些是我後來才發現到的 全部的留言都是很真心的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去Counter試試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thumbs up 還有留言告訴我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